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恒大星期四有两只债券要支付利息 外界就担心债务违约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形容 恒大已经处于违约的边缘 一旦出事 负面的影响会蔓延到内房 供应商和外判商 以至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但除非是很多间内房一起违约 否则未至于造成金融系统危机 中央也不会介入要救助 富国银行就预计市场的压力 再加上外资流入可能减少 利岸人民币未来一个月可能跌到2%左右 跌到6.6%的10个月低位 至于资金就流入美金避险 未会指数连升三日 高见93.4%的一个月高位 来到亚洲市稍微回远回 但仍然站在93.2%的位置 最新报93.212% 今早请来嘉宾梁维文和我们分析一下会视的情况 Hello 阿文 早晨Polly 你看恒大件事会发烤到什么程度 以及对外资流入内地 以至是人民币的走势影响会有多大 我想恒大方面 我想财困都不是今天的新闻 亦都发烤了一段时间 其实去到上个星期 其实市场都很多人出来说 其实恒大方面要自救的机会 已经越来越小了 所以其实市场都派先了 其实恒大方面或多或少 都可能会有些违约的情况出现 甚至如果你说刚才说到 例如供应商会不会被拖欠的款項 其实这个已经拖欠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很多市场的消息都说 很多供应商都未说收得了钱 甚至未收到钱 所以我想这件事 其实在市场都发烤了一段时间 所以市场担忧内房的债券 这个绝对是一个事实来的 甚至我想再加上过去大半年 其实中国政府都有不同的政策 去规管不同的行业 令到很多不同行业的生态 都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出现 所以外资对中国企业债的信心 确实是有个大幅下降的情况 所以你说对人民币来说 我想这一刻还可以收到6.5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奇迹来的 因为当你的股市又跌 市场对经济的信心又减弱 政策又不明朗等等的因素 加加埋卖 其实人民币应该是有一个更加低的位置 所以你说去回6.6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甚至如果你说信心再失多一点 其实你说低过6.6 我觉得都不是一些歧视来的 看着6.6这位置先 至于美金方面 都是受个避险的程序推高 不过你觉得会不会有些声过龙 尤其是联储局都开始议息 吴明朗的因素都不少 我想看回联储局方面 当然今次的议息会议 未必说百分之一百真的会宣布启动收税 但我想始终今年之内 其实市场觉得联储局宣布收税的机会 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因素都会继续支持着美元 那美元方面 虽然说最近都升了一点 但我想93方面也不算特别夸张 因为之前都说过 如果联储局真的收税 其实美元指数 是可以升到上94附近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市场都继续有这个预期 觉得联储局今年收税的机会是高的话 我想美元还有一些少少上卧空间 不过如果你说要在94上面再大升 当然我觉得就不太可能 因为始终美国方面 都有它自己的一些负面因素 尤其是我想 就是说债务问题 都是美元的中期 压着它未必升得太多的因素 短线可不可以看之前 8月的高位93.7% 始终美国议息大家都预计 它可能会涉及一些收税的部分 绝对可以 甚至可能可以看着 去年11月的高位 即近94的水平 我觉得如果联储局 真是在今个月的议息会议 里面真是有少少暗示 讲到明了 今年之内确实是会收税的话 其实我想美元再上冲多一阵的机会是高的 所以我想去到94 这个我觉得都不是一些歧视 好 我们转看看 风险为纳速减 加密货币就急跌 比特币上日急跌一成之后未止跌 来到亚洲市再跌7% 去到4万美元的边缘 以太币亦都跌大约7% 齐齐见一个半月的低位 不过早前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萨尔雅多 总统就说再买多150个比特币 至于资金流方面 市场对加密货币的信心也似乎有些改善 有数码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 上星期加密货币基金有4,160万美元流入 是连续五星期有资金流入 其中三成六就是流入比特币 转看商品货币 新西兰员、新西兰储备银行助理行长就说 现在的风险机遇相对平衡 在这个情况下 央行一般每次加息四分之一 事意不想太快收紧货币政策 打消市场对一次过加息半离的猜测 这些架派的言论也令新西兰员 跌到70尾先的边缘 见今个月的低位 最新在70.17尾先这位置 至于家园方面要关注大选的结果 加拿大广播公司就预测 执政自由党将会赢出选举 杜鲁多之前曾经承认一旦当选 未来两年会禁止外国人在当地买楼 目的就是为了楼市降温 不过自由党可能赢出的消息传出之后 家园不跌反升 美元对家园跌到1.278 最新在1.2787这位置 刘亚文你怎样分析加密货币这些基本因素 基金持续增持底下 你看回调是否一个吸纳的时机 我想当然加密货币都是过去一年 甚至过去两年市场很热的一个话题 但事实上我想要留意 加密货币其实投机性都很高 见到价钱大上大落的情况都经常出现 单日可能出现5-10%的上落 我们经常都见到 甚至说早前当它由高位6万美元回落 到3万美元的时候 其实跌幅都可以有五成过外 所以我想也要留意 投资在加密货币里面 其实都预计了风险波动性会比较高 其次就是个人觉得 加密货币方面始终较难去做一些分析 因为很难用一些基本因素 例如说任何一些影响它的因素 例如说说和国经济环境 说的是货币供应 说的是其他所有的因素 其实都放不到在加密货币上面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走势 都是好看市场的气氛 或者看一些名人的消息 早前我们都见得到 名人说要买的时候 看到加密货币又升了一大浸 但是当名人开始不买 或者相对来说少少人说的时候 又跌下来 我想有一件事要留意就是 走势上面 过去我们看到 也从去年年尾开始 比特币一个大升的情况 就挨住了50天线 一路升升升升到4月 当跌穿了50天线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个大跌的情况 今次也是一样的 从7月份开始 其实升穿了50天线之后 连续8月份 9月头都一路是上升的 但是最近又再次跌穿了50天线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 我想要留意 跌穿50天线 确实是一个 不是太过利好的信号 所以有要小心 可能比特币方面 未来一段时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也不奇怪 至于新西兰元方面 储备银行的官员就放甲了 有没有说改变你对央行 今年来收水报伐的评估 我想新西兰方面 我想都要看着疫情 因为上次的议息会议 其实市场已经有很高的期望 新西兰央行是会加息的 但是最终就是因为疫情 令到新西兰经济受到影响 从而新西兰央行是没有作出这个决定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 疫情在新西兰方面 仍然都是反复的 所以都会影响着新西兰央行的决定 当然迟早加的机会都是高的 原因不是因为新西兰的经济特别高 或者通胀压力特别大 最主原因就是 新西兰方面的楼市 其实太过刺热了 都令到新西兰央行 是需要考虑去加息 去压这个楼价 所以加息是有的 但是都要等疫情舒缓了 新西兰方面觉得 经济可以相对比较稳定些 之后 我想新西兰央行才会开始加息 很快就问了你的家园 看到之前杜鲁多就说明 是禁止外国人买楼的 虽然家子短线稍为转强了 但你觉得升势是否真的可以持续到呢 我想短期就未必持续到 因为始终美金的强势 再加上刚才你说了 如果杜鲁多方面 真是比较严厉去限制外资买楼 当然这个大家预视得到 外资流入的情况可能会减少 这个对家园的支持都会减少一点 所以因为之前跌了比较多 所以短期有些反弹不出奇 但是你说要升穿之前的阻力 例如1.26 我想暂时来说机会不太大 好啊 今天多谢Yman的分析 我们再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会市焦点到这里 大家都来到二栋追击了 今天早上两个移动股 都想和大家聊一下 放在一起说 就是借迫伏和负力地产 其实迫伏今早上都升到超过7% 曾经看到升幅很快收窄 最新升到0.5% 负力地产都升过1.4% 最新升到3.7%左右 看到两个升幅都显著收窄 这两只股份今天这么移动 又一单交易都想和大家说说 先说迫跪元服务 昨天就公布了 就会向以最多100亿元人民币 就收负力地产控股股东 他们持有的一家物馆公司 就是李斯廉和张力等的控股股东 那家物馆公司就叫富良环球 而另外富良环球也都会承诺 向迫跪元服务交付三千六百万 平方米的在股面积 八千六百万平方米的在股面积 给迫跪元服务 这个时候先请嘉宾 都是继续有Jason在旁边 Jason 你好 Francis 你好 想问问你 今次见到单业迫伏用100亿元人民币 买这间物馆公司 你觉得有没有买贵了 还有看着股价升幅都慢慢收责 会不会都和这个欣赏的关系呢 是的 今次讲这间富力物业的管理公司 他就由富力那两位老闆 就买回给迫跪元服务 如果你看到那个作价去100亿来说 就真的不算特别便宜的 原因就是这间物馆企业 在去年所赚的那个利润呢 都是2亿左右 如果计算去一个forward 一个预测 今年的盈利呢 去到5亿 如果计算去对应的市盈率呢 它的历史PE 就是去年那个稅后盈利来计算 大概就41倍 如果拿去这个预测盈利来计算 大概都20倍 那当然你说20倍这个PE 比起现在香港上市一些一线的物馆股 那平均都trade可能25倍PE以上呢 就看上去不算特别贵了 那当然是要小心 因为一来本身 这间富力的物馆公司 那个在管面积的规模 就不是特别大 或者刚刚你都提到 他现在都是说8千多万的平方米 那都算是在上市的同业里面 是一些二三线的公司 你看回在香港上市一些 类似规模的公司 譬如我都拿着月秀服务 都是做广东省那边的物业为主的 这一间物馆股 那它现在trade的一个forgerPE 都是10倍左右而已 那意味着今次富力物业 那个出售的作价去到20倍 那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那对于迫伏 就是用一个这么贵的价钱来买 那我觉得不是说真的叫太过着数 是的 Jason都帮我们说了 在管面积这一点都想和大家谈一下 事关刚才提到 提供8千6百万平方米 那我们都看过去 就是迫伏由2021年年中 最新公布的合同在管面积 其实它现在是9亿平方米 2020年有8亿左右 2019年的时候就是6.8亿平方米左右 是有的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 你觉得8千6百万平方米 这个在管面积 对其他同业来说 又不算说特别多 你觉得今次这个数字 都有没有帮助到 就是迫伏可以巩固到 它的龙头地位呢 那一定是会巩固的 因为本身都是龙头9亿多 都叫做抛离其他的对手 都一定的距离 再加上去今次收购这间 就是富力的物业 額外增加8千多万 但是不止 其实未来的时间 富力这间公司也都是 就是会有一个保证 就预期未来都会再额外 交付多6千多万平方米的在管面积 那就是夹着夹着 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 那这单交易由富力物业 交到去迫伏那边 那夹着也有接近1.5亿的平方米 所以未来迫伏的在管面积 都应该是可以突破10亿至11亿 所以在那个龙头的地位来说 都应该是会挺巩固的 嗯 好啊 其实都见到大行很快出了报告 都说这单丢对迫伏来说是好事的 好像其实版面上这三间大行 最新都是说要买入的 我觉得这单丢是好事的 先讲野串 他就说觉得增加了这个债股面积 其实觉得最少都可以带入到 5亿元人民币的核心 这么顺利的 目标价86.4 不过就说细节年底才落实 就说可能今年来 那个对于财务的影响是有限的 至于汇丰就说看好他 就是今次做到这单交易 就是反映公司有规模效应 和并购的能力 特别说是一个艰难的市场下 是觉得有优势的 都是说买入 不过瑞银虽然都说是看好 同时提出了一个风险因素 就说觉得迫伏有机会牵涉到负力的债务 和资金周转风险 主要的问题是 因为负力和物业管理公司 有不少的关联交易 你觉得这一点 是不是大家投资者 都要注意呢 这个是极度需要小心的 因为本身负力物业 之所以能够可以提供到一个所谓 所谓的在股免职 将来交付的承诺 某程度上是假设 没有公司的负力地产 将来的那些项目都能够順利 可以顺利交付给客户 但是如果你说以近期恒大的例子 真的一旦公司出现财困 有很多债务可能面临一个违约 很多的供应商或者建筑商 那些款项你都找不到 分分钟有些楼盘可能是难尾收场 或者交付期可能要进一步延后 所以这方面对于负力的武器来说 本身他现在背着那个淨负债 都说的是千多亿人民币 他近期的债券价格也是急跌 如果你说未来的负力地产 真的出现一个财困 令到某些项目是完成不了的 或者要延迟交流的 那对于负力物业 未来的债管面积的接收 都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你说今次他这个承诺 到最后能不能够说如期兑现呢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来的 嗯 好的 那说到负力 你都提到他那个资金的风险 其实他自己本身都有消息的 他的主要股东就向负力提供 就是80亿元的股东资金 预期未来一至两个月内就会完成 公司也都预期会有足够的资金 应付到短期的债务 在收到股东资金之后 就会预留利息和其他财务费用后 就将会考虑回够长年期的票据 就说认为符合到经济利益 看完中信李昂又怎样说 他说相信今次这个资金 半年内都说是有助舒缓到负力的股价压力 也都反映到大股东的决心 解决短期流动资金的问题 但第一点就说 担心半年后可能资金流动性的状况 未必真是这么快解决得到 可能又出现资金链这个问题 都想请教一下Jason 你觉得今次这80亿元 有没有帮助呢 会不会又担心会杯水车薪呢 的确有帮助就短期里面可以应付得到 譬如可能在今年来着9月底 到期那批的债券 有机会可以顺利去到上付 但是去到明年 其实都还有相当多的一些 即是美元债或者国内的境内债 是会到期的 如果你看到负利地产本身 现在的淨负债 我未计算是应收账 未计算是应付账 未计算是其他不计息的债务 只用一个计息的债务 那个Netgearing 也计算是百多% 和现时的淨负债都一千多亿 你说今次扔80亿元 是否很足够呢 这方面也是很大的疑问 好的 谢谢Jason和大家的分析 都是要注意风险 这一节的移动追击月 各位一节的财经消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现时房屋最大的问题是土地供应 会继续和发展商以公司刑务式合作 解决住屋问题 当然你说发展商手里面 是有些私人拥有的土地 但我们亦都可以用公权力 在有需要的时候收回这些私人土地 来到去发展公营房屋 解决我刚才说这个困扰了市民很久的问题 所以这些工作我们是会继续做的 我觉得今天呢 其实他们是比较很愿意 配合我们特区的政府的政策 譬如我们的土地共享计划 就是用它拥有的土地 来到去 亦都是七三分配 来多建公营房屋 亦都有超过一半 过渡性房屋单位 是来自地产商借给我们 陷入财困的中国恒大 主席许家印相信可以走出黑暗 许家印趁中秋向员工发信 承认恒大遇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不见信全体员工努力下 公司一定能够尽快走出黑暗时刻 呼吁所有员工团结 加快推动全面复工复产 实验保交楼的目标 向置业人士、投资者等交出敢担当 负责任的答复 恒大星期四有两只债券要支付利息 五评级机构标准普易形容 公司接近违约边缘 不担心影响蔓延至其他内房、银行等 美国白宫表明正监察市况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结束 1192.5% 大家看下来 응 感谢节目时间 这节目时间 十三一多都是比較淡靜 Jackson和我們講講現在市場的氣氛 當然上天有個急跌情況出現跌成千點 美股方面跌幾百點 現在恆指大跌完之後似乎真的沒什麼力彈 但是不是都不能作準 怎樣都要等有A股有北水才有個全面的觀察 我想有北水就有些indication 但恆新指數現在加起來都是昨天最低位的位置 我想投資者還是信心不夠的 主要都是我想看回第一 美股一開始轉弱 其實就到港股都是有少少拖累的 但主要的原因都是恆大事件是否得到解決 還有政策方面逐個板塊燒 現在你看到地產股份和澳門股份 上個禮拜和今個禮拜大跌的兩個板塊 其實都叫做好似暫時站穩 但之前這些板塊有些消息面是說監管它之後 其實就一直很難有一個大幅的反彈 除非政策得到一個較為清晰的方向 所以我想如果這兩大方向 恆大和政策方面沒有一個舒緩的跡象 我覺得市場暫時都是難彈的 不過上個禮拜急跌 一頭一尾跌了三千點下來 我覺得有機會市場可能是在二十天線 即是如果有些好消息反彈 都是被二十天線壓住的 下面暫時看上年九月 二十五號負原點為止 大概是三千二有個不錯的支持 但有甚麼可以帶動到指數反彈 我們看到幾大的板塊 都被負面消息困住了 會不會就算氣氛不是那麼差 但對個別的板塊都不是那麼有信心呢 之前幾次那個好像監管 一去到一個某些位置 你看到中央就會約談某些大行 或者其他投資者出來解說話 這次其實會不會又是出來解說話 第一會不會就這次好像香港地產股份 或者其他監管那些 他再進一步清晰一點的指引 從而令到投資者就釋懷了 第二就是你都要救恆大的 現在打開報紙、電視 其他地方個個都在救恆大的 中央還好像不聞不聞 由得他自身自滅那樣 你沒有一個清晰一點的解決方案的話 投資者始終還是擔心的 好 我們都要留意了 指數今天都沒甚麼看頭了 中秋佳節暫時被2,4萬頂絕了 最新跌跌百多點 我們看看最新消息 看到美國11月初 將會放寬對外國旅客的入境限制 即是不用隔離了 旅客如果打了疫苗 又接受檢測的話 就獲准入境 這個限制已經施行18個月了 終於取消 適用於接種輝瑞、Moderna 以及強生疫苗 問一下Jackson 雖然內地和港澳走過一套 是清零封關的 但在外圍看到逐步解封之外 逐步回復正常生活 看到美股雖然大跌 但美股的航空股其實是有得升的 他們的憧憬已終於正常過日子 其實中資航空股 早段有得升一些 以及國際零售股是做得不錯的 中間可否找到投資機會 還是你覺得大動不太直接 我想是直接的 但你說很大的刺激 暫時可能沒有 因為現在美國正確 要10月後才開始慢慢做這件事 然後其實歐洲部分的國家 你打了在低風險的國家入境 已經是不需要隔離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跟著下來就是其他更加多的國家 中國的疫苗可能在其他國家的 營受性暫時不是那麼高 但如果陸續有其他國家 開始慢慢就這個方向走的話 遲些就跟病毒共存的 不需要一定要清零 那個經濟活動和人流的交往 就多一點 就不需要像之前那麼多的 多一點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網上做 其實我覺得就有機會 是對這些旅遊相關 或者航空股份 都是有正面作用的 但是你說 就剛才說了 很大的刺激就應該暫時沒有的 中資航空股想不想得過 內地現在就為福建廈門 那種病毒在頭痕著 中秋價、國慶價 那些出油、防疫 其實都做得挺嚴謹的 所以是否中資航空股暫時 利好因素不算太大呢 是啊 你見到內地 其實現在那個中數都挺誇張的 相比它一直以來那麼好那個紀錄 我想就害怕內地 其實一下子那個封城措施 或者其他一些都挺厲害的 尤其是今次都是 第一 中秋已經叫做就地過節 遲些11黃金周 會不會說那個travel又是少了呢 所以你見到最近 中資航空股都跌了下來 都是彈不起來的 但是剛才說了 整個overall來講 整個方向都像是會慢慢開關 但是那個數字是未必這麼快趕得回來的 所以其實暫時是潮絕好的方向 但是短線霸責力應該沒什麼的 好 看一看其他零售股表現 今早開出來就是Prada新秀禮和歐蘇丹就做得不錯的 最新就是歐蘇丹升得最多 升到超過3% Prada新秀禮升1% 這些股份之前全部都是向上突破 全部都是破頂的股份 最近市貨不是很快呢 都跟著沽了一段時間 現在是否可以憧憬以外圍呢 如果越來越多國家通關的話 這類零售股又炒起來了 這三隻零售股其實是剛剛好三種不同的品種來的 我覺得就可能較為安全一些 都是歐蘇丹、洛杉湯 因為它本身做一些 這個生意其實就不一定 就跟這個旅遊相關都很高的 但是至少都通關了 就是多人買這個化妝品 或者是那些所謂高級那個日用品那些 其實對它那個影響都是正面的 甚至乎就算它通關了 都是其實那個生意不會差得去哪裡的 新秀禮其實就可能是特別一些 那一天做行李箱 這兩年那些人都沒有用過行李箱 會不會說封了層之後買個新行李箱去旅行呢 這個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們始終都有機會 可能是會受惠一點點這個旅遊 但是Prada其實現在 我就暫時不是很敢看好處 第一通關之後 第一會不會說那個對這個高端的消費品 即刻是有一個需求在這裡 第二就是現在內地的共同富裕那個 其實有一點點就好像針對一些富裕的人 富裕的人就可能對這個高級零售品 就未必說那個需求那麼欣接著 因爲大家想看清楚一點點那個政策 所以未必Prada就即刻會有一個好正面的作用 有沒有說現在是不是適合入市時機呢 就是看其實他們圖表上還未說 差不多形態 都是之前破過頂 之後就有個回落的形勢 那究竟是判斷或是入市的底呢 你剛才我剛才這樣說 就是我可能會現在買呢 你叫我買那隻973 是我覺得會安全點和它強勢一點點的 那第二隻呢 我都會選一隻新秀流的 好的 那留意新秀例和歐蘇丹 那接下來的情況了 那和11月初留意那個政策 那看一看歐蘇丹的股價走勢了 算不算回得多 還是最近市況都算表現抗跌 不算回得很深了 抗跌力很強的了 所以剛才都說 它那個抗跌力和它做零售 就算疫情差了 其實它都不是很影響到它們的 那最近就好像見到 有兩隻腳位這樣站穩 那現在看回都可能是第一個目標 去30元附近的位置 好啦 那我們呢 談賣友邦不如 那最新的大行都有 評一評友邦 友邦其實升幅很大到4%的了 那看到指數呢 其實它都有幫手頂一頂 那瑞銀就說友邦 那就是來港而的計劃 雖然不會帶來那些立竿見影的影響 但是它說其實發展方向很正面的 進一步通關是將它漸進 它說它很利好友邦 博彩零售這些股份 號表價繼續給140元 還有評價去買入 那最近呢 不單止是我們講的 那四大板塊和科技股 有消息有政策 但是那些金融股都做得很弱的 是 有沒有說那種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金融股你都是看幾種的 如果你說那個銀行的 或者保險類 就是內地的保險 就怕恆大帶來那個負面影響 但是你說好像友邦那些 我覺得相對其實是影響不算很大的 你說就是剛才Mike後都提過 內港易或者那裡理財通那些 會不會是搶走的部分的客戶呢 當然 你多了一個渠道賣一些 所謂叫做理財產品呢 尤其是中高低風險那些 那其實就有機會可能是搶了部分的客戶 這個我是同意的 所以你看最近呢 都是弱小小小 但是我覺得 而有保安的經驗模式 其實第一它很快奪得到 即將來他們怎麼可以透過理財通賣他們的產品 第二就是如果內港易開始慢慢做好一些 那其實對他們的產品都是好的 那麼近來的市場下來了 拉它下去 甚至下跌到82元附近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都是挺划算的 那麼我覺得這些位置呢 就算現在我也覺得不是很貴的 但是當大市所有東西跌下來的話 那你有個比較的話呢 可能是80到83元附近的位置 就投資者可以立刻可以買回一些 作為中長線部署 好 等它可能下多些先 今天就升到4% 不過市況還有波動 我們看看資源股 資源股今天都是有個急跌的情況 就是中國核礦業回吐6% 其他江西銅 焦金也跌2%至4% 消息面當然是其同的價格回落 金價也都有向下情況 接下來大家就網實聯儲國人 什麼時候港收水 會不會也影響到對息口的預期呢 那些金屬股這陣子走勢就一般 加上很多的消息政策都是說 內地那方面希望調控一下 金屬資源的價格的 怎麼看金屬股接下來的前景呢 可能短線還是弱一點的 剛才提到幾樣東西 其實都剛好來淡的 你看到昨天Bitcoin一度跌10% 當市況不好的話 對風險資產是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那現在呢其實就 剛好這幾天市況已經形成一個趨勢 利亞強總理昨天都說 其實希望就穩定這個大宗商品價格 那所以其實部分的金屬股份 有機會趁這個市況回調 但我覺得回調應該又不會很深 不過呢 它剛剛開始回調呢 那即那個價格那個資源價格就回調 股價其實是回調了一個多兩個星期的 那我覺得就可以等多一等先的 那等這些類型的股份跌定 我覺得那個反彈力度都會游向到的 就是暫時短線其實就可能是要看清楚一點點 好 那就留意那些金屬股了 那最新都繼續回落了 那些同學跌到4% 那我們看定一點 那消息方面要留意那些理想汽車 因為供應的問題 汽車晶片調低了金屬汽車交付量的預測 那原本預測有2萬6千架 現在調低到2萬5千架 那理想汽車今天上市升低 是 最新跌近有8% 那是不是車股呢 新能源車現在都要警惕一些了 新能源汽車警惕 其實大的汽車公司 其實我覺得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是 因為晶片的問題 那理想汽車其實就相對是小的車廠來的 那他們就specific可能只是某隻晶片適用 那他們就沒有一個替代品 但是大的汽車廠呢 他們是可以shift around 還有他們有課源的 那所以其實我又不是很擔心 但是小的汽車廠呢 可能近來有政策 和剛好現在的氣氛呢 那可能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不要這麼急去接著先 好 那留意普遍車股的嘛 都要回一套啦 那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幫家庭觀眾 在線上 在線上 雜屯 优酷 雜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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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我之前買了一隻港交鎖 我想看一下現在還有賺 想看一下放了它好 還是繼續看 幾千買號幾千買的 林小姐 我們有四百多元買的 四百多元買的 還有累積升幅 不過市房不好的情況下 港交鎖的走勢就有點令人擔憂 因為擔心交頭少了 李宗現在的情況對港交鎖的影響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的 就算你說向地產商開刀 但是其實就和港交鎖沒有什麼關係 反而如果那個市房波動 它成交大一點 其實對它更好一點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市房要穩定 港交鎖反彈的力度應該都夠 我都不是說港交鎖太便宜 但是其實現在未來一兩年 都仍是在炒這個回歸 內地很多公司在香港上市 還有現在還有它們不同的渠道之下 會有更加多的發展 那我覺得仍是有些衝勁在那裡 所以反而現在它剛剛落到去 其實它上升軌的底部應該是流一流 那它下次反而衝到去 五百二十五百三十元的位置 那你就不要那麼貪心了 那你到其時就可能有成一百元賺 那我建議到其時才走 如果不是的話 現在應該是流流先的 那當然如果跌穿四百五十元二百五十天線 可能就是市房出現一個較大的問題 那你到其時就可能 真的要怎樣都要自賺了離場才的 好 那留意著那些比較重要的價位 有很多家庭觀眾問金融股 有位鳳小姐四十三個九 買了匯豐好不好再加碼呢 那匯豐這陣子走勢都一般的 今天再穿過超過一個月低位 對啦三十八個三 與其加碼溝貨 是不是應該止蝕離場 我覺得止蝕就不用的 那現在就講的 它現在季度有機會開始做回購 那我覺得就最好呢 其實就要是匯豐呢 它們的投資者就想它們 就回購就多個派息的 但是我們小投資者喜歡派息的 那所以我覺得就 這個可能是下年就會開始 就派回季度息的了 就不是半年派一次 那我覺得就在三十七七八 其實我覺得是很值得買的了 那應該就要先扭一扭 但是你說溝貨呢 你看到現在的牆壁 只是這樣下降 大家都害怕的 所以我覺得 除非它先掉了頭 那你在七月的時候 就好像叫做轉了小 但是很快它馬上掉下來 之前的底位 那通常再跌回之前的底位 就馬上要裹著就要走人的了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就等它掉頭 掉了頭之後呢 你才再溝多著 好 那就怕這個越溝越跌 要避免這個情況 好 我們有位陳勝的觀眾 說五十九元買入平保 要不要止蝕呢 這個會不會就是要考慮止蝕呢 這個就真的是它 我都覺得是平保很便宜的 只是問題就是 現在他們說沒有恆大的債務 但是呢 今次的事件會影響到他們 輸多少錢呢 因為它又說是幸福啊 恆大啊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方正呢 其實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都有機會可能會對他們的股本 是會有個幾大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你真的持有的話呢 你看看 剛才看了五十九元買 其實都是最近買的 我建議如果它再穿 大概四十七元附近的位置呢 你可能要再減多一點點的 就是三分一就好 一半就好 然後就等它跌定了 翻轉頭的時候 到時可能會彈得很快的 你到時追回進去 其實我覺得勝算是高的 現在要等它發酵 但是我不建議它全滑 因為它通常現在恐慌性拋售 那麽大的折讓 你如果捕捉不到轉角市 即刻全部買回頭 你就有機會呢 你就可能心理的障礙就很大了 所以其實你就算走呢 我建議都是減持三分一或者一半最多 好 考慮分住來做部署 以防真的有一旦 我們有的家裡的觀眾 王先生 王先生 哈囉 主持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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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前呢 我就走毀了一隻 鑑血走毀了一隻1209 是 因為當時來講 恆達爆煲的時候 它就跌了4個百分比 嚇到那雞公腳走人 而我看呢 這隻股呢 就不會說差得去哪裏 如果我想買回來 應不應該 可不可以呢 好 現在跌好了嗎 它呢 就在這麽多物館之中 它又不算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買呢 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呢 其實它做一些商業的樓 就多些的 其實相對就高的防守性高 但我都建議如果你現在買了 因為其他那些都便宜了 它現在4月3號 4月5號 不好意思 3月10 3月那段時間呢 其實它做過 33.4這些低位的 如果你現在買了 其實現在講的 都是2元 3元附近的位置 跌穿這個低位呢 我就建議你 都是要止虧了它的 都是3-4個百分比 但是呢 如果整個板塊一開始反彈呢 它就有機會可能回彈上去 44-45元的位置 所以你現在講的 3元就駁10元 我覺得它的跌穿很高 但是現在始終它還是弱勢 所以呢 其實你就要看緊一點的 好 那麼留意 1.209 這些位置是否真的浪得住 跌了很久的了 順便看看整把物館股 壁國原服務用最多100億 買富力地產關聯的物館公司 大空普遍認為是好事來的 野村估算為壁國原服務 額外增加8,600萬平方米的在股面積 根據盈利保證條款 帶動到5億人民幣核心順利 不過細節年底才落實的 今年場貿影響就有限 物體到壁伏都升了2% 六成服務升百分之一 其實普遍都可以反彈 不過中海物業亞生活暫時 五斤整個板塊來走 整體物館股 現在會否說 這些時候有收購的 市場會覺得買到便宜的 會否現在這些時候做收購 都會是抵價呢 現在買到是便宜的 現在個個都在維持恆太物館的業務 但估不到就是富力 因為它都是出名 就是欠錢多 他們都是preemptively 開始做好一些事情 就是免得自己佈恆大後塵 當然買家一定是第一 有些關係 第二就是價錢應該相移 你看到它都可以擺到 所謂叫做盈利保證那些 通常其實它對自己的 其實資產都有一定的 所謂叫做保證的 所以我覺得對迫伏 其實都是一個較為正面的消息 這些時候就開始做收購 就證明了自己還有錢 是 迫伏追不追得過 我就覺得它是龍頭 如果相對兩隻來說 我覺得就好像剛才那隻1209 和迫伏的話 迫伏它我覺得都是便宜一些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因為你看到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它有做過大概是 我想四十元附近的位置 現在已經接近了 我建議這些位置是可以敲一下 跌穿四十元就應該要支持的 好 留意碧伏服務 今天都可以升到2% 看看澳門股 澳門股普遍都可以反彈的 消息就說 大行引述澳博管理層說 預計到牌都是六張 澳門化的逐期逐到十年 另外澳門的官員都說 其實是個諮詢而已 沒有錢撤的 澳門商家股方面 金沙這些升得多點 和聲4% 美高煤升到6% 另外永利都彈到3% 怎麼看澳門股現在的反彈 諮詢的影響力 其實是否還有困擾這個板塊 反而這個諮詢 因為它的細節是沒有很深的 之前的估計 由六變三 就嚇到腳都軟 現在就有說 其實有些大行評估 也都是說 現在就未定案的 也都有一些大行評估 其實應該保持六張牌 那個就不變的 只是可能還是正副牌 還是六張都正牌 以後沒有副牌 這個其實是對澳門股普遍 有一個安心的 但是投資者還是害怕的 尤其是之前都怕美資的 是不獲發牌的 就算是固定了 變成六隻牌 或者是四隻正牌 有些有機會拿不到 所以我覺得 買回一些 我想中資背景的澳門股份 相對地是安全一些的 不過摩根士丹利就說了 過慶假期的酒店訂房 雖然比較五一來說是理想一些 但是相信是早前 他說是內地和澳門的疫情 抑壓了的需求 就釋放了出來 不過就說澳博新項目上普京 仍然是比較弱的 相信過慶假期表現 可能就是短期有得反彈的吹發劑 不過當然監管不明朗 才是遲早復甦的關鍵 接下來就假期了 其實對這個板塊 會不會有些少推動狀 還是少少監管方面的消息 隨時打回沉呢 監管方面當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人流方面 你增加了 對氣氛都好些 但是其實澳門之前 一直炒上去 其實你見到它的收入 有段時間都回不回 就是疫情前那些 這樣的數字 現在還要是有些監管那裡 纏繞著 我覺得如果數字好 是的確會有機會 讓它押回多一點點 最近的跌幅 但是要上去 一定要在監管方面 得到一個較明確的方向 才有機會上去 監管消息出來之前那些為止 好 瑞順都說 政府當局應該 無意大幅加強監管的內容 儘管看看有沒有新消息 我們看看中午收市的情況 新指數的跌幅都收窄到77點 留意上兩萬四 做兩萬4022點 成交是668億多 謝謝Jason和我們分析 稍後回來總結一下上午市的情況 歡迎收看《早市戰報》 先看看港股半日的表現 看到恒指低高231點 早段在科技股的拖累之下 一度都跌過327點 暫時低位落過23771點 見過超過11個月的低位 之後看到恒指一度都得倒升大概90點 各位見過24188點的位置 板塊方面來說 看到半地地產股、內房股和賭股 都可以反彈 但見到金融股方面 和科技股都要拖著市的表現 金融股中看到平保、中銀香港和招行 跌幅都有介乎1%至3%的位置 科技股中也要留意 見到阿里巴巴方面 今早都創了上市以來的低位 再跟進一下恒指半日的表現 見到跌幅再收窄了少少 跌近77點 上升到244,022點 總成家方面有668億多 再看恒指期貨的表現 9月份跌近53點 10月份跌59點 總成家有67,000多張 匯特港股都和大家數下 排特位的騰訊跌幅有1.7% 做446個月 恒生中國企業跌近1% 盈富基金就跌1毫指 至於中國平安方面 就跌3.35% 落到50元以下 做49.65 美團方面也要跌3.2% 做227元 和大家看看6至10位 第六位是阿里巴巴 不跌幅有2%以外 友邦方面 今日都可以逆市升到4.4% 招商銀行跌1元 比亞迪股份跌2.3% 港交所方面便輕輕靠穩 守在480元流上 跟隨著主要南籌股的情況 見到匯豐控股方面 繼續都是偏遠的情況 跌1毫指做38.9% 中國移動 正升2毫指做47.2% 煤氣方面跌2仙做12.1毫指 上午的市況 我們有嘉賓Alan在 和大家看著市場 Alan你好 Hello Alan 看到港股半天來港 2.4%這些位置 都曾經失守了 見到最新雖然跌幅收窄了 叫做2.4%這些位置 暫時都守得住 2.4%是否都是一個 重要一點的水平要看著呢 接下來下午的表現 有沒有反對突破 我想下午的表現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主要就是現在大部分 都是以官網為主 因為利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 其實兩邊都在夾擊我們 來自我們自身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就是新經濟股的監管問題 內房的債務問題 以及本地地產商量 要參與一下 解決本地住屋難的問題 以及豪島股要續約的問題 其次除了這些本 大家都知道的利淡的消息之外 其實昨晚你見到美股 都出現一個暴跌 暴跌是兩個困擾著的 第一個就是跟他們的債務上限 其實也是兩黨在磋商中 雖然最終應該都會解決的 但是因為他們討價還價 或者博弈的過程裡 的確會造成金融市場的動盪 其次就是聯絕局今晚就開會 兩天下會有一個會議記錄 大家覺得今次的會議結果 應該對於未來的利率正常化 甚至縮減買債規模 應該會有一個清晰的指引 但是未出來之前 究竟那個清晰的指引 究竟是偏向哪個方向呢 未出來之前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估計一下 所以美股會出現一個很明顯的調整 這個都會影響著港股 港股昨天就出現一個極大的跌幅 所以今天就會有小部分的股份 例如跌得過深的一些 例如豪那一本地產股 會出現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但你見到反彈幅度 和跌幅來說是不成正比的 其次就是如果之前的反彈幅度夠大 其實調整還未夠深 新經濟的部分 其實今天的跌幅是會持續下去的 所以我想未來一兩天 明天本身假期 可能到星期四回來 才會有一個較清晰的方向 所以我想今天剩下半日市 應該都是淡靜為主的了 好 看到恒指半日 都要跌近77點 到24,022點的位置 之後和大家再看看半日的當炒板塊 先和大家看看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是有些甚麼 看到排頭位的是隻碧桂園 之後金沙中國半日的股份 焦點板塊都是這兩個板塊 但是看到留意到第三隻 有幫保險 今天都可以逆市升到4.4% 暫時來說 就沒有甚麼太大特別的消息 見到早前 瑞銀有個報告都說到 來港議的計劃 都不會對內地的旅客 來香港造成一個立光見影的影響 但是就覺得發展的方向 是屬於正面的 Ellen 這隻股份有幫方面 今天都升到4%以外 算不算是一個大家都衝勁通關的情況 現在去買入 始終市況大家不是那麼明朗 買下這些金融股是否都穩陣一些呢 我想全面通關之前 其實對於有幫的影響 就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要內地都解除 對香港入境的隔離 其實才是旅客 或者對於有幫來說 即是內地的客戶來香港簽單 這個通道那方面才會長順 如果這件事出現之前 我想就單純地來港議 對於這個影響是相當之有限的 不過這樣 因為這次有幫跌下來 就很明顯是受到內險 或者是受到內地的房地產的股份調整 所拖累的 因為你看回有幫 其實他內地資產的佔比 或者投資是相當之低的 所以即使是出現內房一些的違約潮 或者是內地的金融系統 受到內房拖累都好 其實對於有幫方面之間 變化的質素 影響是相當之有限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 如果他又跟著內險 或者跟著內房跌的話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本身 就潛在著一個反彈的機會 所以即使又沒有來港議 或者是幾時實行都好 其實對於有幫的走勢的影響 就不是這麼大 但有幫本身昨天的跌幅 很明顯跌得不合理 現在大家可能留意它實際情況 所以願意再買回 所以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這個反彈我相信中線少少來港 應該會持續下去 但打到意識道具不是那麼瘦 或者是最近的利潭消息 或者是負面因素所影響的話 其實它的股價長線少少來看 有機會上回95甚至100元這些位置 我們都顧望著 看看有幫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想想突破95 100元這些位置 本日來講 升幅有4.4% 升3.7%做87.45 板塊方面剛剛都講到 今天的賭股也能反彈 見到有個大摩有個報告都講到 上個星期四和星期五 調查就發現 澳門酒店的訂房的水平 就留意高過五一假期 而且平均的每日房租都明顯改善了 內袖較五一的時候高一成去到七成 相信是因為之前內地和澳門疫情 抑壓了大家去旅遊的需求 Ellen 見到內地方面 其實都要看著福建那邊的疫情 早前文旅報都講到 中秋國慶假期期間 跨省旅遊 或者都會有個熔斷的機制 這個情況都會不會影響了大家出去玩的異獄 其實賭股也不是應該看得這麼樂觀 暫時這個影響未見到 因為內地疫情反彈 暫時都限於福建省 都未發現福建以外其他省份有本土的案例 所以暫時疫情似乎控制福建省來 所以對於澳門聯同 因為大部份的旅遊都是經 珠海拱笔那邊入境 所以對於十一步興期間的影響 相對來說暫時輕微的 當然大家都要觀察內地疫情的情況 但是現在困擾著澳門股 或者澳門困擾著薄彩股的最大問題 並不是它的數字或者堵收 而是它的續牌所延伸的確定性 這個問題我相信短期內都應該沒辦法解決 應該長期困擾著大部份的薄彩業 估值其實都很難回到之前的水平 最多是偶爾跌得過多 出現了技術反彈 或者願意大家薄薄技術反彈 在這個情況底下 你見到之前如果超跌的那些 例如你看到金山或者美工煤 幾天加上跌了可能二、三十個percent 反彈了五至十個percent 我覺得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情況 看到瑞信方面 都覺得行業的諮詢媒訊息 就是關於博彩法的諮詢 再次印證澳門政府 無意大幅改變加強監管的內容 都沒有解答到主要的疑問 對賭股繼續維持審慎的展望 其實賭股對澳門的經濟 其實都相對重要的 你有否認同瑞信剛剛的說法 還是剛才你都說到 因為其實都會長期困擾著賭股的發展 如果真的拿著賭股的話 應該怎麼辦呢 是不是都可以再有些反彈的機會 還是應該止蝕離場 我想趁澳門的反彈的時候 我相信都是一個幾好減倉 或者離場的機會 關於博彩業是澳門的一個主要經濟命脈的問題 你看回內地香港或者澳門 最近幾年的施政策略 都似乎認為長遠的監管 就是比短期經濟效益更加重要 所以我相信考慮這方面 澳門的未來發展的時候 就不單單考慮 經濟收益對澳門政府的影響 反而要更加多著重 就是監管對澳門的資金安全 或者反省錢 或者其他資金流的方面 監管影響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看見金沙中國方面 暫時升幅第二大籃籌 升幅有4.5% 做近15.76% Alan 有沒有拿著剛剛講過的股份 都沒有遲 謝謝你的分析 一會兒十二短後再和大家見面